权力只会对权力的来源负责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是著名欧洲启蒙学家思想家孟德斯就说的 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似曾相识 因为我脑海中想的 原来与这位大思想家是一样的 也原来我曾经就这个问题也讲过几次了 今天再讲一次给大家分享 在我们国内有句场面上的话 叫做我们要为人民服务 我们可以看到在各种大小会议 尤其是官场会议上 差不多都可以听到这样的话 可这句话说多了 做的又跟说的不一致的时候 渐渐的我们这些老百姓 对这句话就产生了嗤之以鼻的嘲讽 为人民负责 人民在哪里就必须得搞清楚 我又想起毛主席一句话 说我们不要讲那些抽象的人民 我们搞社会运动 搞社会治理 一旦把人民这个词汇抽象化 将失去任何意义 为啥 因为人民概念抽象化 任何人都可以拿来当做话语权的资本 但是这个任何人又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人民在哪里 相反如果我们懂得人民在哪里 就会认识人民并且服务他们 人民在哪里呢 人民这个整体概念的具体化群体 会不会同时出现在某一个人说为人民服务的那个人面前 意思就是说 14亿中国人民会不会一下子同时出现在某一个人面前 或者是某一个政府面前 根本不可能 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认识清楚 人民这个概念在社会当中是一个一个又一个独立个体出现的总和 当我们要为人民服务的时候 却不认识站在面前的某一个人民或者一群人民 这是极为不齿的 比如说在面对一些群众质疑某些政策 需要面对面与人民公仆交流的时候 某些人民公仆往往会这么说 我很忙 我是为人民服务的 又不是为你们几个人服务的 你们几个人能代表人民吗 没错 这个逻辑运用的往往也让这些群众哑口无言 的确几个人代表不了整体人民 但是这几个人也是人民的一份子 如果我们的人民公仆不能面对这么一个一个具体化的人民 那么请问口中所说的那个人民到底在哪里 难道要等14亿人民齐刷刷的站在面前的时候 才能说是人民到了 你现在说吧 既然那种状态永远不可能实现 那是不是说你们几个人又不能代表人民 这句话就成了某些人民公仆的万能挡箭牌呢 我曾经就不止一次的提到了这样的观点 可经常是遗憾发不出去 我说人民没有在文件里 没有在抽屉里 没有在会议桌上 人民就是你每天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三三两两当中 他们在工厂里又或者在大街上 他们就是那些大商大贩小商小贩 在上访的路上 在乡村里又或者在农田里 听取人民的声音调查人民的生活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非常具体的深入到某几个群众家里头 看看问问说说呢 如果几个人代表不了人民 甚至都不是人民这个概念的意义 那那些到某几个人民家里边慰问的内容 就不能算是对人民的关怀了 那只能是进入到十四亿人家里头才算是 说清楚了人民的来源问题 现在我们说权力的来源问题 我也甭管是孟德斯就是怎么阐述的 我就说我的理解和看法 对权力的来源认识 我认为有两种认识 一种是本能性的 动物世界都有的那种本能 一种是觉悟性的 先说第一种 同样的我们这里就不说那些自然哲学的事情 就说我们社会化具体化的权利 比如说我们的所有官场官员们 他们的权利来自哪里 只有一个地方 那就是上级的富裕 没错就是上级的富裕 你根本找不到一个具体化的权利 是脱离了这个规则 能够产生拥有的 而孟德斯就在这个意思里边的表达 也是最充分的 他说权力不是原罪 权力只会对权力的来源负责 好好理解这个话 又一次与我之前讲过的意思重合了 那就是在大话面前 我们的官员都是为人民服务 并且对人民负责的 但是在小场景里 每一个手中拥有权力的人 都不过是为上级负责而已 因为只有上级或者上上级 才能将某种权力下放到具体人那里 比如说带长字本的 从小队长到大总长 哪一个不是 因此在这样的权力诞生机制当中 每个小场景喊出的为人民负责 其实就成了空话 实话是他们只为他们的上级负责 否则能摘取他们乌纱帽的 只有上级 没有别人 但我刚才说了 这是第一种 就是本能性的 动物世界都具备的本能 比如狼群 狮群 这样的群体动物 也适用于这个权力规则 接下来我们说第二种 觉悟性的 这一点孟德斯就没有讲 他也没有觉悟到这个层面 那就是权力来自于人民的富裕 这个最根本的来源 为什么说这个是觉悟性的 因为没有觉悟 觉悟性低了 都认识不到这个层面 那他就只能是属于 动物般本能性的层面了 为人民服务的逻辑内涵 并不是平白无故的 为大家做事情 做奉献 而是因为他手中的权力 来源于人民的富裕 这是一种回报人民 对权力来源负责的态度 没有觉悟性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认识 并且践行到具体行为当中呢 缺乏这样的觉悟性 所有的行为只是为上级负责 又如何体现人民的监督性呢 那上级监督他才合理的 反过来说 他既然认为权力来源于上级的任命 又不是人民的任命 那还用得着理睬人民的监督吗 就拿我们现在的反腐败来说 我听到一位高人的说法 说真的我当时也费了好大的劲才理解过来 他说反腐败是给腐败找出路的问题 什么意思 说实话 这话还真不好理解 但是你一旦悟透了 就会恍然大悟那种感慨 我是按照这个说法这样理解的 腐败产生了 你要反腐败 这是一种矛盾 是对立关系 是一种行为上的碰撞 但是退一步看 这种对立的行为 确实在一个层面上去发生的 他腐败 你反对他腐败 都是建立在一种行为上的对抗 在这种力量对抗之下 腐败行为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继续往前 一种是暴徒鼠窜 暴徒鼠窜 不就是找出路吗 不就是慌不择路 到处寻找那些 可以逃出升天的出路吗 换句话说 反腐败本身可能就是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大多数人 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那对腐败行为 不反腐败还能怎么的 没错 应该上升到问题产生的 根源上去解决 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教育体系腐败 你就诊断教育领域 司法体系腐败 你就诊断司法领域 粮食体系腐败 你又去诊断粮食领域 医疗腐败 又去诊断医疗领域 总这么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 说到底是头疼至头 脚疼一脚 而且腐败行为 也在积极的寻找出路 也在积极的寻找 更加隐蔽的方式 跟反腐败玩起 捉迷藏的游戏 这样下去 你反得完吗 而根源问题是让我们思考 为什么会产生腐败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办法 让腐败行为不会发生 也不想腐败 腐败毫无价值 毫无意义 从这些根源上问题思考入手 才是解决腐败的根本大法 现在你回过头再看那句话 反腐败就是给腐败找出路 这句话有没有感悟到什么 感悟到了 我们接着说权力 权力可以产生正能量 也可以产生腐败 问题是 当权力来源的意识问题 停留在动物世界 那个层面上的时候 权力产生腐败 就不足为奇了 也就是说 权力不受人民监督 或者说人民监督也没有用 有用的是上级监督 他只要把好上级这一关 就没有什么忌惮的了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发现的腐败现象 呈现出来的 都是他方式的 沉窝沉窝的 全带关系的 好了时间关系 就说到这里 再见